大家好,我是舒敏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時評 今天點題四個字 離底不遠,不如加個問號就好些 說說市 今天市長斧頭射尾 早短幾威水,升至四百多點 上過25,700點水平 不過期後升幅很快就收窄 而越收窄就越多 下半場一度倒跌 最後全日,幸好還有少少升幅 就是升20點 收25,302點,成交840億 今天早段是威是勢 多得科技股 其中信譽見到,升至8%又多 接近9%,一度破前浪頂 只不過本地股若細 其中行動地產跌得比較多 跌成3% 其他地產股普遍都弱 加上,大家很喜歡防守股 今天都有弱勢的表現 見到中環煤氣,跌成1.8% 都是跑出大市 令市場不能夠保持升勢 只有20點的進漲 整個市形勢 昨天節目提到 由於恆生指數極超賣 去到18,14天RSI 很有可能出現短線反彈 星期三或星期四 結果昨天美股大升 港股今日彈 只不過彈完之後 今天剛才看過 都不太行 初步排面看,好像一般的反彈 反彈好像都沒力氣 一方面,就是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升成400點左右 372點 破壞下降軌 走勢很強勁 但恆生指數,今日可以說是跟不到 升得20點 與美股表現可以千差地遠 從某程度來講,是市底藥的表現 這顯示好像一般的 第二個,從基本因素來講 今日一導彈或美股昨晚大幅上揚 都會與中美貿易戰出現新的變化有關 就是特朗普宣布 本來在9月1日 會對3,000億的中國進口產品 加徵10%關稅 但昨天,講法有變 就說延遲部分產品的加徵關稅動作 移動到12月 所以大家理解為特朗普讓步 尤其是特別聽她說 這樣做,是為了避免消費者受到關稅影響 所以延遲關稅的動作 好讓加關稅和聖誕消費的黃鬼分開 不要影響到一些人 大家的朗話就是 特朗普好像露了底 顯示他終於認了 雖然不是口頭認 但間接認了 就是加徵關稅會對美國消費者 美國經濟不利 不是之前口頭說 加關稅對美國經濟無損 只是中國經濟是大力 加關稅對美國反而是好 因為收了很多稅 現在這樣說,大家認為有些讓步的情況 所以一度看好 但現在經過冷靜後 大家的看法有少少不同 第一,雖然今次退遲 但退遲只是部份,但一半左右 其他仍然照舊9月1日加關稅 這個固然是一般的 而且大家覺得延遲 反而更加令市場有些不明朗氣氛 因為12月始終會加 其他產品怎麼辦呢 企業是否還投資 是否聘請人 整個氣氛仍然不明朗 所以大家看完之後 冷靜後發覺 今次未必是一個完全好事 短線可能好,但中線利好作用好成而敏 中美之後 加上另一個因素 亦令今日恆生指數 由高位升幅不斷收窄 令排面仍然偏弱 就是今天中國公佈了幾個經濟數據 出來都是普普通通 亦比預期稍微信息 包括工業生產、零售銷售 以至固定資產投資 三個數據都不是太靚仔 比市場預期稍微信息 顯示中國經濟都是普普通通 畢竟全球經濟都不太碰當 中國經濟表現平平亦都是合理 雖然合理歸合理 大家都多少有點失望 所以令整個排面形勢 就好像都是漫畫地 既是市底藥 中美談判並未像開始大家說得那麼好 第三,中國經濟數據都是漫畫地 之前昨天節目提及 其他經濟表現都不太好 現在連中國都是這樣 自然令大家對後視 覺得可能有少少麻煩 只不過我看法是和今日的題目 離底不遠的題目有些配合 雖然要加問號 但也覺得有少少跡象顯示 恆生指數已經離底不遠 特別是短期底不遠 可能在短期內會見過短期底 接著出現比較次氧的反彈 原因是為什麼呢 第一方面就是看上證指數 最近港股跌至跌 但看上證指數其實都不太差 可能港股受到自己本地的政治動盪影響 變得特別差 內地相對穩定 沒什麼特別事 所以內地指數的表現是比港股好 看到上證看底之後是反覆上揚 上證指數好 固自然是有利港股 就越來越接近底部 第一個 第二個 看外圍大戶的動向 發覺已經有些大MASA出來買中國的股票 說的是誰呢 就是橋水基金 Bitchwater的創辦人 達利奧最近公佈資料顯示 這個基金開始吸納中國的股票 包括什麼呢 包括大家熟悉的阿里巴巴 以及京東 都是吸納增持的對象 顯示好像達利奧不惹小 去買中國股票 可能對中國股市是一個好的兆頭 加上第三個 就是昨日節目也提及過 恆生指數 RSI已經去到20之下 而昨日低見18.4 今天都是一直在低位 都是超賣的水平 這個也是有利 恆生指數就快見到短期底 另一個要提的因素 就是第四個 也是最後一個因素 雖然是第四個 但也要注意的是什麼 剛才提及過 防守股今天都跌到一漠一漠 中環煤氣 看到跌1.8% 中電也不少 跌得更加多 跌2% 雖然它仍然 避免守著前浪底的支持 其他比如電能 長見 普遍都是錄得比較大跌幅 都是跑輸大市 防守股 紛紛下挫 當然看起來好像不太好 但用相反理論來看 因為是否顯示資金 之前已經沽了很多貨 沽到最後倉底貨都沽出來 防守股通常是倉底貨 連倉底貨都沽了 本來之 很多資金要沽的 都沽了七七八八 既然沽了七七八八 有利恆生指數 是短期之內見過短期底 然後出現持影反彈 這個時間 正如昨日節目提到 星期五和四一 恆生指數 最近比較空險一些 可能在星期二有機會出現短線的 比較次氧的反彈 大約在什麼位置出現 24,900點附近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